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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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开始谈一个问题 各位一定都 像这篇讲义 九万多字 我告诉你们阅读的方法 否则的话 你一定 看不下去 因为它 确实太重了一点 而且一个学报 一口气 要登这么长的文章 这是我们台湾大学 中文学报 第一篇长的文章 九万多字 我还有一篇 也接近十万字 在中英研究的文哲所 《论说腔调》 因为现在学报 字数有限 印刷费很贵 校对各方面都很难 所以基本上 都是三万字左右 三万字左右 现在我们台大 现在我们台大 中文学报 已经三万字 限于三万字 谁 都不可以违背 这样的一个条款 连系组论的文章 多几个字也不行 到这种情形 到这种情形 那我那些文章 不是越写越长 但有些实在不能不长 所以我的文章很难发表 很难发表的缘故 只好向外 像大陆的学报文章 也悬查他们说 能不能分上下篇 我说这个上下篇 其实不太好 不过也勉为其难 他们有这个意思 所以 那台湾还有一个学报 都有特别欲货 那就是高雄的中山大学 他说不管你多少个字 我们照说 结果他都用特稿处理 就不审查 这个格外的 所以我又错又长的文章 不能说错 这个文章没有箱也没有错 所以比较长的文章 超过五万字以上的 我大概都给他们 已经连登我三篇了 幸好还有那个地方 否则 写文章真是还要论长短 这个在以前没有 没有 那么 如果各位也想要再报足写文章 我劝你们不要写太长 写太长 第一 登出来的机会很少 因为一个版面 最多大概接近五千字 它也总要配图 这个是脱稿的一种技巧 要配合人家 不是人家配合你 所以我写的最多的 接近四千字 算是一个主题 那么这样的文章 你一定要超过一个月以上 两个月左右 就要给人家 因为人家版面都安顿好了 譬如说 我最近呢 11月28号 会有一篇在联合报复刊 叫千古福佳燕 就写我这个 蔡文基这个京剧呢 编剧啊 的过程和理念 以及这个 现在困惧应该注意哪些 这样的文章 第一 虽然关系到学术 或者艺术理论 但是要通俗化 出租通俗化 深入浅出 否则群众看不懂 你写得再好都没有 所以要深入浅出 虽然里边 关系到是很重的学术论证 或者相当高深的这种艺术理念 也都要如此 各位 那因为这个周 我给他们很早 两个月之前 就给他 所以在 他本来说要到12月才能等 结果现在提早一点 使他可以错出这个方面来 那像这个因为比较厚 比较 这个题目大一点 千古福佳燕 如果你是写的 散文的话 就不宜超过 两三千字 最好一千多字的 这个读者也多 处理也方便 所以投稿啊 给人家稿子也要考量这些 至于学报的论文 最喜欢的大概是一万多字 最喜欢一万多字 如果五六千字又嫌得怎么样 太单薄 论述不了东西 一万多字的可以配搭长一点 他们登的篇 两万多的也可以 绝不能超过三万字 这个闲聊啊 很高 各位说一说 那么这篇 参军系极其演化之探讨 各位看看 像这样的一篇文章 韩库姓 是时间长还短啊 时间相当长的 参军系极其演化 你看它怎么演化 所以这是一种 系统性的论述的方法 演化 唐代 参军系是唐代 盛行 流行 它有它的根源 这根源一定要谈 然后从唐代以后 演化 宋代 金代 乃至于更往后 袁明清 都要考量到 所以像这一种 就是一种系统性的论述 请问要不要有宏观的观照啊 也要有 有一些论述很小的问题 那你深入 但是呢也可以以小 怎么样 见大 最不可以 就是以大见小 这个就是你 作元性 掌控的作元性能力不足 不足 我们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特色 今天参军系 这样的东西啊 请问各位 他资料 是齐全的 完备的 还是支里破碎的啊 还是支里破碎的啊 和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什么东西啊 踏摇摇 是一样的东西 而他的资料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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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的 是 王国伟先生 他从许许多多的这个 笔记重谈里边 去记录 一条一条记录 相关的材料 他编了一个叫 幽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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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写啊 幽人的幽 语言的语 记录的录 后来有一位 我也和各位介绍过的 任那北 任那 任忠明先生 任那 任那北先生 他呢 也编了一个 这个 他用来研究唐代的事情 也编了 一个这个什么呢 补充 幽语录的 所以他的材料更丰富 我呢 在两位先生的基础之上 应用他们的材料 在核对原文 原书 写了这篇东西 所以两位老先生前辈学者 可以说 就给我铺垫了一个怎么样 很重要的基础 这基础就是他们 solo完备的基础 各位要知道 作学问呢 有些人呢 善于甚至只能 为天下人收集资料 所以 任那北和王国伟 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 我的朋友里边 或者我所看到的一些学者 确实只能 为天下人收集资料 我有一位很骄傲的朋友 但是后来大家也成为好朋友 起先 我是 支持他鼓励他 但是 不认同他 他为 这个 两岸的学者 编了很多重要的书 所以我在审查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总不提出他学术的能力 因为他毫无学术能力 懂吗 他不会写文章 连文章什么开头结束都不知道的人 因为他写过文章 也只有一两篇 我会看 连一个起头结束都不会 可是呢 他海内外收集 组织团队 所以他的案子送我到我这里 我总又说 他为天下人在收集资料 为天下人在上穷毕落下房间 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所以呢 在我所中 起码我支援他做这样的工作 一两千万块钱 我把它算计算计都得 所以他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能顺利给钱都是你这个党魁 所以这种人我们要肯定 还有些人也善于把一个研究的题目 他去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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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一個序论自己的觀點 那這個又第二步 你們曾老師這兩種都不做的 我做的就是直接的一個論題的研究 也就是大家沒搞清楚 或者是沒發現的問題 所以這是都有意義 各位都要知道這都有意義 像參軍系 自從王國偉先生以後注意到這個問題 到現在討論的人有多少 車載多 可是我發現他們沒有把參軍系這個東西追溯 沒有把參軍系到底什麼樣的內行 譬如說王國偉先生 就不承認它是一個完整的戲曲 他只說它叫古姬系 是華姬系 包括任納別先生 也說他只是一個 他有一個名字 叫柯白系 柯白系 就是有動作有編擺的 但是我把它證實 它是宮廷小戲 宮廷小戲的幽靈小戲 是屬於戲曲 那這個就是什麼 他們認為它只是在演故事 沒有代言體 只有柯白沒有音樂 但是我們用最笨的功夫 把它這個總體的觀照 從裡邊激起它的精華 把參軍系的面貌 弄得更加清楚 那麼毫無問題 它是何歌舞 以代言演故事的宮廷小戲 所以把它當宮廷的幽靈小戲 這一點來說 就是我們建立了參軍系的定位 這個劇種的定位 在戲曲史裡邊 它做一個這個什麼呢 有它的歷史上的一個關鍵點 這是我們這篇文章 那麼我運用的方法呢 這個開頭的前演 來來 你把這個還是練一下 開頭的這個前演 參軍系和踏搖娘是唐人戲劇中 最具代表性的劇種 大體說來 前者是昌憂用語奉建的古蹟系 後者是藝人共為笑樂的歌舞系 二者均尚未脫離小戲的範疇 踏搖娘筆者已有專文論述 本文拟就參軍系 在人辦堂戲弄之後 重新加以探討 樹姬有所補正和產發 並原此以考其地變演化之機 在宋經雜劇原本中 如何保持其遺歸 如何汲取新滋養而形成小戲群 在南戲北劇中 如何先做插入性演出 而終於以盡仇的插科打魂 寒容其中 甚至於今日之所謂相聲 與之亦有傳承關係可循 凡此皆為本文所擬探討的問題 各位像這樣的一個前言雖然短 但是我們已經第一說它的重要性 是唐代的怎麼樣 和太遙良最代表性的劇種 這是第一 第二呢 仁半堂就是仁阿伯 仁宗敏仁阿他的別號 他一個人起碼就有四個名字 我行不改姓做不改名 但是慢慢呢 會呢 聖明被什麼所焉呢 被黨魁所焉 所以將來我要寫一篇文章 黨魁這個什麼 黨魁這個 這個黨魁先生傳 黨魁先生傳 這樣的文章 這將來我一定會寫 接著我們說 他的演化的內涵 是不是都在這裡都說清楚了 所以各位 參軍戲集集集演化的探討 基本上在前言裡邊 你就要很清楚地 給你這個命題 給你這個命題 就要做一番詮釋 要人不凡的詮釋 然後第一我們談到的是 參軍戲集圓棋與考樹 就針對參軍戲 圓棋可以說 談這個問題的人 沒有人談到圓棋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 我們中國的藝術文化 它有一個不成文法 一定有根源下來 因為我們的文化特色 就是文化累積以後 對後代 壞 壞的方面會成為包袱性 容易不容易把它去掉 不容易 好的話 會深入骨髓 容易不容易把它 去除 拋棄 不能夠的 所以凡是 違逆這樣基本常識 還用政治的力量 要來橫施 道行逆施 一定入目突然 入目突然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嗎 你的時間不會很多的 所以你的路一定走不完 也就是絕對成功不了 文化 累積之間 你要改變它 是不是也同樣要怎麼樣 用新的 更適合現代人的 來 像春風春雨這樣滲入進來 然後慢慢的也形成 另一股新生鮮活色的 累積基建的力量 把它涵容 然而無形中轉化 是絕不能用大刀鋼斧來割舍的 因為一割舍就會傷筋動 那麼對於那些包覆性的 你是不是可以馬上把它割除呢 也很難 因為一切除的話 也往往會傷筋動 就像你身上長了一顆大禮物 這個禮物不是你 拿剪刀咔嚓就把它剪掉的 你這一剪可能你的血崩就出來了 你一定要把這個禮物 如何慢慢的使它變小變小 終於到它危害生理罪 才把它割除 基建了 因為文化是全民 經過漫長的時空 它和生活是怎麼樣 是形成一個生活裡邊 它有集體的邁進的 這個基本上是要有 我很遺憾的就是 不學有術的人太多了 所以危害國家民族 也非常無奈 非常無奈 好 所以當然我們考述這個的緣起 運用的方法就是 把時代最早的紀錄 拿出來先討論 那麼這個時代最早的紀錄 有兩條 好 所以說關於參軍系的緣起 有以下兩說 其一是唐段安傑月虎雜路 排U條裡邊所敘述的 在這一條裡邊 好 佩卿還是把那樣 因為它根源 我們要說一說 關於參軍系的緣起有以下 二說 其一見唐段安傑月虎雜路 排U條 開園中 黃芬錯 張野胡 弄參軍 史字 厚漢管逃令史丹 管逃令史丹 管逃令史丹 不是管逃令史丹 那不一樣 管逃令史丹 另一白甲山 另一白甲山 另命幽靈戲弄 入之 今年乃改 後為參軍 霧也 開園中有李仙賀 遜此戲 明皇 特授韶州同政參軍 以時其路 是以 陸洪建 鑽此云 韶州參軍 蓋有此也 五中朝有 曹淑渡 流泉水 鹹淡醉妙 鹹通以來 即有 范傳康 上官唐青 呂敬謙等三人 好 第七二 其二 建太平玉嵐卷 五六九 悠昌門尹 趙淑雲 十樂參軍周延 為管逃令 斷官卷數百店 下域 數百批 數百批 下域 以八億幼之 後美大會 史牌憂 卓戒字 借責 黃卷單一 憂問 辱為何官 在我背中 曰 我本為管逃令 斗數單一 斗首 斗首單一 曰 正做取勢 故入辱背中 以為孝 好 各位 這兩段文字 都是後人來敘述的 他不是直接當代人的敘述 譬如說唐斷南姐是在唐孟 唐孟的人 那麽他說的 是河地 認為這個 起源是河地 就東漢河地的管逃令 斗首單 這是他的看法 從他的文字記載一篇 他認為 石丹就是後來的參軍系 但從第三 後來參軍誤為 可見他認為 後來把改名做參軍 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啊 不正確的 但他也說不出道理 可是他 他有沒有把參軍系的這個 演出的那個 的情形 很簡單說啦 有啊 美艷樂機令 一百加三 命幽靈系統入資 這樣的一種演出的形式 第二段 還有呢 第一段裡面 有沒有看出 開元宗 就是唐玄宗唐明皇 那時候 開始在宮廷盛行啊 因為 黃帆錯和張野福 都是唐明皇時候的什麼樣 離元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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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他那個時候 顯然是演出 那後來呢 你看 開元宗 有李仙赫善子季 明皇還任命他為同桌 這個特色 同桌同政參軍 來給他薪水 那時候又有一個陸鴻建 可見唐明皇時候參軍系有沒有劇本啊 也有陸鴻建的劇本 陸鴻建就是誰啊 做查經的怎麼樣 陸鴻建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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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閒通 所以 我們這位 段安傑啊 他可以說 紀錄了 簡單 紀錄了 唐代整個參軍系的什麼 明演員 可見唐代參軍系 是不是盛行啊 盛行 像這樣的一個記載 而在唐代 段安傑都認為是 合地時候是起源的 而現在叫參軍系 其實不對的 他的這個要主是這樣 那麼第二段呢 是 從這個太平越南 眷569的 昌幽門 引了趙書 趙書是 是誰做的 唐五代 它是誰做的 誰做的 你覺得 它的詹書 詹書 你看這裏 詹書 我寫著稍微早一點 詹書我記得是 是那個禍堂啊 后堂哪一个人所做的 再查查看好了 那这个诏书显然怎么样 已经不存在了 但背一个书什么引用啊 太平义兰 各位知道太平义兰是什么时候做的 宋太宗时候 这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类书 类书 分门别类的 他被选择路在哪里啊 在那个太平义兰里边的邱昌门里边 有关邱昌演出的宫廷演出的 他把他抄下来 这个就出处来说 他比起这个 比起刚才断然节还在更早 但是他记录的内容呢 是从十乐参军桌延 你们都知道十乐是后照的怎么样 的一个军王 当时五福乱法 那么这个周元他是参军 他这个故事 他这个故事 是不是比前面的更怎么样 更详细 他说十乐的餐厅桌延 他做管桃历 管桃县的县长 断关键数不批 断就是贪污 贪污公家的私质品有四百批 下域 他被下域了 但是以八域有之 八域就是八项 可以赦免的条件里边 他合乎其中的一条 把他赦免了 后面大会 所谓大会 就是宫廷的宴会 才叫大会 史牌优 史牌优当然是谁任命啊 就是十乐 十乐就叫这些宫廷的牌优 借责 借责就是官府 房贱单衣 这官府是 房色的私质品 但是是单薄的衣服 因为他贪污的是 是这个官借 所谓故意 他穿着他贪污的衣服 忧问 这个忧人 可见这个演出的 有谁啊 有桌眼 还有他那演对手系的忧人 就问他说 如为何官啊 在我背中 你明明看起来是个官嘛 怎么会 和我们这些宫廷的忧人混在一起呢 你地位高啊 他说 我本为管陶令 我本来是管陶县的县长 然后夺手书单衣 就是把身上的衣服 这样 这个叫夺手 就是这个啦 就是因为这个啦 也正做取事 我就因为犯 做就是犯了 犯了 贪取这个东西 就是指他身上衣服 固入儒碑中 所以被打入啦 你们幽灵之中 以为笑乐 可见他的指气在怎么样 在笑乐 那么像这样两段资料 恰好有两样什么样东西啊 第一 贪官 对不对啊 第二都是什么样的职务啊 管陶令 管陶令 那么一个是有参军的官 一个没有参军的官 你看我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 所以下边这个解决问题的 你们就可以看出啊 那个学术论证明辨是非的这种方法 这一段我们把它讲一讲 这个因为 对自学态度方法很重要 我们讲了 下边 都一样画幅 好你再把它说一说 各位留意这一段 可见参军系之缘起 段式时已有始于东汉河地管陶令时丹的说法 而赵书记载后照时乐参军管陶令周延也有相类似的演出 即 藏官入于幽中受他幽戏弄以此为孝乐 是排幽意味时乐使周延为排幽 其所不同者为时丹不出身参军而周延则出身参军 所以段式指出为时丹后为参军勿也 而两者年代相差二百余年 彼翼以为 若润其表演形式 则参军系当如段式所云之始于东汉河地 而若润其名称则当定于后照时乐 请申其说如下 各位先把这两段记载之间的关系 内容是有什么一样的内容 那么一个有什么一个没什么 然后我们先把结论先告诉读者 告诉他们怎么样呢 彼翼为 若润其表演形式 则参军系当如段式所云之始于东汉河地 表演形式 而若润其名称则当定于后照时乐 也就是说像这样一种巨种的根源 先有表演形式 或人也有这些什么样 相同的表演形式 但是他有一个约定俗成 大家采用的名称就叫什么呀 参军系 那为什么叫参军系 因为周延他正好做食乐的参军这个官 那我们接着说请申其说如下 对不对啊 就是我要来考证 证明我这个说法是应当如此 我的说法是怎么样呢 这个 像这样的演出 先举出了 假官为戏 因为他们都是 在戏中 扮事 假官就是扮演官员 嘲弄官员 这样的戏 这样的戏呢 先找出来一个 唐 火白 起源 鹿 火白 起源 鹿 唐代也有这个情况 那么里边呢 还是把它念一念来说 比较清楚 把它念念 唐 火白 起源 鹿 云 尚书郎自两汉以后妙选其人 唐 武德 贞管以来 由众其持 立兵部为前行 最为要聚 自后行改入 就叫后行 前行 后行 自后行改入 皆为没选 考公园外 专长 供举人 圆外郎之最望者 私门 督管 屯田 于 水 善部 主客 皆在后行 贤简无事 食人 于 约 私门 水部 入省 不属 脚底之戏 由甲座 吏部令史 与水部令史相逢 忽然俱倒 良久起云 冷热香肌 碎成此集 像这场冷热香肌的表演 明明是幽灵假官伪系 属于参军系的范畴 而敬畏之为脚底系 则参军系与脚底系 必然有渊源传承的关系 好 我这一段的用意 这一段的用意 是在唐代 的一个这个什么呢 一个演出的例证 那么这个演出的例证 把办事官员 幽灵办事官员叫甲官 来甲官办事官员的一种戏曲表演 他的那个表演的形式 和参军系 甲官维系是一样的 可是在这一段记载里边 他却说了一个什么呀 脚底之系 说这样叫脚底之系 那可见参军系和脚底系 有没有渊源关系啊 这个在逻辑上 就可以拉上关系 至于这一段的内容啊 他里边 这个吏部 各位吏部里边分作这个什么呢 师门都管屯田 于 不错 我说错了 因为六部里边 六部上书 六部上书里边的袁外郎 袁外郎的地位是怎么样呢 六部主官叫上书 两个副主官叫怎么样 左四郎 右四郎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部会里边 拿文化部来说 文化部部长 然后就是政务次长 政务副部长 或者是常务副部长 在古代叫左四郎 在古代叫左四郎 右四郎 下边 来这个什么呢 每一个诗 布底下就是诗 拿文化部来说 比如说有文化资产诗 电影什么什么诗 或者是出版事业诗 这个师长叫郎中 所以底下这个呢 都是六部里边的师长 师长下边 我们又叫 古代叫圆外郎 圆外郎 我们现在叫什么呢 我们现在叫做 这个 专门委员 现在是专门委员 就是副师长级的 但是在古代叫圆外郎 现在叫专门委员 就是副师长级的 副师长 但是在古代叫圆外郎 那现在的那个科长 在古代叫祖师 祖师 这是官员的 在六部里边 古代宰相之下 有立父礼兵行公六部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一大堆部 国家越大 部越多 但是在古代 都只有六部 立部 立部 父部 行 立父 什么 立部 副部 行部 兵部 公部 行部 行部 这个六部 就是我们现在各部会的阶级 那么其中 在唐代 副师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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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外郎副师长级呢 最吃香的 权力最大的 是立部 因为立部 他管科举 管科举 立部里边 管科举的 叫做施工员外郎 所以 像杜福都说 被赤于有师 被赤于有师 他没有被选上 有师就是施工员外郎 就专门来 来管这个权续 录用官员的这些 那立部的这个 烤工员外郎 我说错了 烤工员外郎 是最吃香 所以呢叫做热衙门 其他五部的这原话 都没有什么权限 管不了什么 比如说这里边 像管师门 就是管九门 都城九门 屯田 管军队的屯田 一部就是管这个什么 等于现在农业 农业的 水就水利的 尚部管这个 有关吃喝的这个 主客管这个 对外的 对外的这个 等于现在啊 公关主任之类的 对外边的这个来往 现在都有这些官僚 因此呢 现在 恰好 他们演出 就有甲座立部令死 立部的这个什么 是热衙门 以水部 的令死相逢 结果两个人怎么样 都倒了 因为冷热怎么样 冷热 上 你一个人如果 忽冷忽热 那身体是受不了 所以忽然击倒 涼酒起 冷热相机 睡成尺寂 就拿这个官员里边 冷牙门 热牙门的官员 碰在一起 两个都倒下来 这动作呢 做开玩笑的演出 那这种拿 假扮官员这一点来说 是不是 参金戏的意味啊 参金戏也是因为 调弄这个官员呢 办事官员的 可是在这里 他却自称 脚底之事 各位 我刚才说 我们文化有包袱 明明现代 已经有个新名词了 可是古人常会 拿更古老的名词 来怎么样 来取代 表示古雅 所以明明他这个呢 已经是假官系 就是参金戏 但是他 记载的时候 还说 脚底之事 那为什么可以说 脚底之事 因为是一末相诚 所以我们从 这个文字里边 找到了一个 可以把它连结在一起的 那样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 我下边要考证的 就是说 参金戏的根源 其实是 比他更早的 汉代的脚底系的遗风 是在里面的 所以很麻烦 你们如果读明清史 兵部上书 大家都叫他什么 大师嘛 那因为桌底里里边 管兵部的叫大师嘛 汉代的官 管兵部的也叫大师嘛 曹操也叫大师空 对不对 大师空 其实大师公 也是这个古代管这个国家营造的这些的 那比如说 历部上书 就是大师徒 都是用古人的名称来说的 所以读中国书讨厌就是这样 他常常用古代的一个名称来称呼现代的 好 接着来 先弄清楚了吧 引用这一段 嗯 招底系 早建于先秦 本为 角其财力 已相抵斗的记忆 汉武帝时 已由角力衍生为角记忆 以及 凡两两相竞赛的记忆皆属之 因之 韩国的内容非常广泛 随代之 脚底大戏 乃包括 天下奇迹异议 可以说是百戏的代称 那么 是否东汉时没有参军的官名 所以 戏弄实单一句 称如段氏所云 根本冠不上参军之名呢 按 蜀马剑叙事史云 也就是说 我下边在考察的 就是参军这个官职的 演进的历程 参军官职在 汉代 是地位相当观的 等于参谋长 可是慢慢变了 是变到什么呀 六朝参军 就变地方政府的 那个 府营 或者县令底下的 这个部的这个幕僚 等于我们现在 陈局 下边也有什么 文化局长啊 也有交易局长啊 也有这个什么局长 这一些 就是 在以前也叫参军 也叫参军 所以地位就转低了 那如果县里边的那个参军 那地位更低 所以 参军为什么 可以 被装扮幽灵来演出 是因为 在这个唐代的参军 地位已经低还高啊 地位低了 是近代以后 就地位低了 所以陈渊明他怎么样 他不是政军参军 什么 如果他那个参军 是一个部队 一个元帅之下的参谋长 那这个地位很高啊 他怎么还要归去来西去种田呢 那时候地位低了 就花了这个时间呢 考察这一些 总言之啊 这引了很强的文字啊 在说明啊 参军系 他和 脚底系 汉代脚底系是有关系的 那么参军这两个字呢 历代的官子是有变化的 西汉的时候 虽然非常的重要 可是 到了这个唐代啊 参军这个官子已经是 后来 后来就是 这个西汉以后 西汉以后 就汉代以后了 所以汉代以后呢 参军的地位是低了 所以才可以被当作侮辱的对象 另外呢 因为这个戏演出是 有装风卖傻的样子 装风卖傻 所以我又找出了 他在这个 南北朝时候 有一种叫弄痴 第五月 第五月倒数的 二十六 南北朝时候弄痴 那么弄痴这个后来也 加进了 参军系的表演 所以才慢慢完成 参军系的这种 演出的样子 其中呢 各位 把那个结论 看一看 第五月 那个佩欣 第五月的第二段 由这段文字可见 参军之号 盖始于东汉临地时 后于河地六十余年 其为周府院属 当更在有齐号之后 因之可以断言 在东汉河地时的时丹 是不可能有参军之号的 王国为宋元戏取考位 后汉之事尚无参军之官 未知何具 你看连 连这个王国为先生 都弄错了 后汉之事尚无参军之官 事尚在 这个河地 灵地的时候就有 灵地的时候就有 所以灵地 而且河地 甚至河地的时候就有 所以周园 那个时丹是不可能做的 因为时丹地位低 好接着 而自近代以后 参军之职见卑 列于六朝之下 则后召时乐 自然可以有一位 为管陶令的参军周延 彼义以为 有关周延事 应当是这样子的 时乐的参军周延 正好和河地时的时丹一样 都关管陶令 都贪赃王法 于是时乐就效 河地故事 使周延为排忧 并命其他幽灵 来戏弄他 就因为时乐 命周延以本官参军的身份 在剧中接受 他忧的戏弄 于是就把这一类型的演出 叫做参军系 所以说参军系 论时职的演出形式 始于东汉河地 而莫论名称的奠定 则在后照时乐 好 这个是不是把我们前边 先把这个结论先收 然后再政绩论述 最后再怎么样 呼应 这样的文字啊 就紧密了 有前呼后应 这个各位也要懂论述的方法 这是一个根源 那第二 另外 另外 尚值得注意的是 南北朝时尚有所谓弄痴 慧书卷十一 前费帝广陵王 王继普太元年云 夏夕月奎卯 信华林都亭 艳舍 丹席有差 太月奏祭 有昌幽为余痴者 帝与菲亚戏 赵霸之 好 下边引的就是和 所谓弄痴有密切的关系 有了前朝的这些弄痴的表演 那么第六月呢 倒数第三行 高崔尾里边 唐闪月高超尾 善弄痴 这个可以练练 这比较有趣 唐闪月高崔尾 善弄痴 太宗命吉使 那头向水下 良久除而孝之 帝文曰 建区圆云 我逢楚怀王无道 乃成蜜罗水 如逢圣民主何为来 帝大笑 赐物百断 这个就装疯卖傻 对不对啊 接着呢 各位看第七页 唐五代参军系考树 那么前面把参军系的来源呢 考出来了 其中办事假官 然后被调弄弄痴 也有这个两者之间互相口舌争长短 所以和脚底有关系 这个是根源 那么与这样的根源 接着各位看 从后造时乐排优 细弄作严之后 直到唐五代 又有与参军系相关的资料 请先如类如下 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 看什么的考树方法一样啊 太摇两 就是相关的资料 一条一列条按照时代 然后让资料自己说话 自己说话 很笨的功夫 各位看第八页 就运用这些资料 再叙述了 以上七条资料 除第四条等等下边 就是把这些资料里边 可以看出的一些现象 第九页 第九页再看第五行 进一步推述 从以上资料加上前文所隐悦复杂录 可见唐五代参军系相当盛行 而由这些可平均的资料 可以获得有关参军系的一些讯息 那么这些讯息就是他演出的角色 他的衣服 里边有没有歌唱等等 你看有没有歌唱 我们看第九页的倒数第四 由柳彩村所弄之路参军动人如此 可知参军系与扳言之指趣 已经有超出宴会中排忧孝乐与奉剑之范围者 而首云路参军应当是岳府杂录 所谓的陆宏剑转词的韶州参军 陆宏既能为李仙赫参军系做剧本 可能对参军系的演出方式 有所改良和发展 而这种改良和发展 就应在刘彩村的身上 那刘彩村里边有歌声 歌声这个侧影 可见是唱歌的 《知识马迹》 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个 这段还是把它念一下 否则跳得太快 第九月的第五行 由从以上资料加上前文索引 岳府杂录可见唐五代参军系相当的盛行 而由这些可凭据的资料 可以获得有关参军系的一些讯息 由阿布斯七世可知参军系又称讲官系 据此则上文所引述 自称脚底系之冷乐相机 即当属参军系 其主演之贾官之掌 则为之参军庄 参军庄 参军庄之扮相是绿衣丙俭 由刘彩村和吴姬市 可知妇女可以男装聪任参军 参军系演出时有明朝和弦馆 明媛和弦 赫弦馆 就打鼓啦 以鼓来和弦馆伴奏 明媛和弦馆伴奏 可以歌声彻云 参军系已由宫廷流入民间 明演员刘彩春表演时的装扮式 巧化双眉 头上裹透额的罗金 受之光滑之户 足灯奏文之靴 他表演时讲究言辞的 雅错风流和身段的低回秀眉 由姜儿诗和徐之讯士 可知参军系中 和参军演对手系的是仓户 仓户的装扮式 唇衣参冀 由错计 由但由阿布斯期 催公辽度式 可知参军之对手为群优 又由石丹周延式 亦隐然可见其对手为群优 由石丹周延阿布斯期 催公辽度诸式可知 参军为备戏武与调虐之对象 但由徐之讯士 则仓户被武 参军反成为武人者 由石丹周延阿布斯期 催公辽度诸式可知参军系 旨在孝乐 由魏王略地痞式 可知参军系亦可旨在奉刺 好 这翻过来 那个刚才练过 由崔公辽度式可知 月公可以交系 家童可以充任幽灵 且可以男扮女装为妻妾 又由张月异语 可知扳眼时不止苛白而已 根据以上所获得的讯息为基础 又可以集得以下五条有关 唐五代参军系的资料 好 各位有没有看出我的方法就是 把他资料说话从里面揭取 慢慢对参军系的资讯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以那个为基础 又找出了五条 这运用方法就是这样 就把零零碎碎 原来非常模糊不清楚的 一个参军系的面貌 慢慢怎么样 把他勾勒出来的 好 各位再看第十二页 第十二页 中间这五条钟 这五条钟 有没有 找到了吧 好 再念 嗯 这五条钟 细求出拔 旨在奉刺 送紧治愈之严苛 真醉药王善萨 菩萨 旨在积赐 留业之正沙 留瞻 病状内皇 旨在护巢兵败 焦胡塑 他旨在激凤 张崇贪莫害官 只有三教论衡 在取悦人主 综合以上十四条资料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 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 参军系的两个源头 石丹和周延 都是被戏弄的对象 他们正是所谓参军 而何以纵观唐代相关资料 参军在戏中多处于主位 多处于主位 其被戏武击刺者 反多在其对手仓户方面 关于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石丹和周延 都是赃官 礼当受入弄 但唐代的参军官员 则有其特殊的身份 全唐文卷736 在暮宗长庆二年 沈雅之所作 和中府参军厅祭云 国初社官五高碑 皆已职受任 不职而居任者 独参军焉 观其意 盖玉与亲人 贤咒之子弟匠密 是任使 以雅帝出之耳 不然 和悠然 旷养之如此 其差高下 则以五辅六雄为之次帝 普和中介三经 左拥三百里 且以天子再拥 故其帝亦雄 调利者 必以其人授焉 亦今之重官多失职 不失其本者 亦读参军焉 长庆二年 于克普和中成 某参军某族 是皆清咒 又于使命之意 不失以 乃相予寝于尽 直观之本于其属 仁氏 唐信诺第二章 遍体 因此病位 据此所云 当时之参军 皆由清贵贤咒之子弟充之 以培养其行政才能 然后转入更宽之仕途 曰悠然旷养和其尊业 曰不失其本和其荣业 去罪人之身份与禁地 无奈太远 普和如此 他地可堆 可推 长庆如此 踏实可推 戏弄内之甲利 必多为现实之反应 现实之参军如此 戏内之参军又可之意 这大概就是唐代参军戏 参军不伴奏官 乃至于不作备戏武对象的缘故吧 但是唐代的参军官 也却有可以效参军戏 装扮戏名的本性 我们只在说明 为什么在唐代有不被弄 参军有不被戏弄的缘故 因为唐代的参军官 他出身是比较轻贵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有疑问 而凭借资料来自我解决的方法 你看出现象 论文论述 你看出现象 有这样的现象 你如果不解决 就是你自己一点没有发觉 我们找了资料 原来在当初参军 是一个出身的 比较贵族或者名门 所以在演戏 光参军也不能被 这个戏弄的一个缘故 那么第二 第十四 第十四 第十四月的二十六 第八条 其二 找到没有 靖安先生送人戏去考 为唐五代参军戏为古迹戏 仁阿北为参军戏 不全为古迹 故改称科白戏 我们虽然都承认 刘彩春弄参军戏 歌声测缘 显然有音乐歌唱 但却都以为那只是 偶然的现象 难道参军戏果然会科白戏 只是偶然兼用音乐吗 关于这个问题 比译以为 参军戏的演出 虽然重在闪烁为古迹 灰雪和狂震奉剑 但音乐歌唱的衬托 与配搭也是很自然而平常的事 暑记古迹列传中的幽梦衣冠 是大家熟悉的掌控 幽梦早就再歌再舞来奉建储庄网 然后我底下所说明的就是说 这个音乐是绝对有的 举了很多的例子 再说明王国伟不认为他们有音乐 认为他只是古迹系科白戏 是错误的 寄来证据 然后为什么 确实有很多都不记载为音乐呢 又给他说明说 这些笔记重弹的记载 请问他是记载整长戏的演出 还是记载他演出的语言 他的意义是可以用来奉建军王的 所以只是记载片段还是全面记载啊 当然只是记载片段 所以记载片段你就不能说没有记音乐就没有音乐啊 意思就是这样 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他是有音乐代言体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两位都是大学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出好些资料 来反驳他们 各位这是以上要说的 但是第17页 第17页论述那么久 里面还有一法 一个很重要的论述方法 那就到了一个相当的过程以后 要不要说述一下 你不说述 继续放 放大 那读者也忘记了 你自己说的凌乱的话 你再回顾就难 而且读者呢 你要引他们入圣 引他们入圣就是 道引他们逐步的来信仰 认同你的论述啊 这个很重要的 往往有些人 写了半天 我好些朋友或者这些学者 论述 最后没结论 最后没结论 这是不可以的 你说了半天你要告诉 读者你以上的论述 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 不能说你以前我刚才都说了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不能有这样的观点 所以看看 第17 有没有小节啊 好 佩馨你把这个念一下 说到这里 似乎可以给参军系做这样的结论 参军系是上层 汉代脚底遗风所发展出来的宫廷游戏 论其表演形式 则始于东汉河地之石丹 论其名称则定于后照石乐之周延 唐代以前以戏弄脏官为主要内容 唐代以后因参军官多以民族子弟充任 因之戏中不再办事脏官 而发展为甲官系 其主演之甲官之长 为之参军庄 他的办事一般是绿衣兵简 透过透俄罗 脚灯 皱纹靴 脸面可以俊版 也可以墨图 大概是依所办人物而定 与参军演出的对手 有时只有一个人 中唐以后 这个对手叫仓户 他的扮相可以是 纯一 错记 而参军有时也与群幽合眼 但未知在这群幽中 是否也有一位主要的对手叫仓户 唐代的参军 在戏中最多只冲作被调虐的对象 被戏武的情况则没有 到时他的对手 往往成了被他戏武的对象 参军系的指趣 有纯以古迹为孝乐的 也有欲奉刺匡正于古迹的 仍有先秦幽灵的余韵 参军系起码在五代时 已吸收了北朝以来的弄痴 这种情况之下 参军演出的对手就叫木大 于是参军系中的 咸淡的对比就更加明显 参军系的演出 不然以散说科范为主 但也配合音乐歌舞演出 这应当是经常的 而非止于偶然 参军系的演员 不只可以男扮女装 也可以女扮男装 其演出场合 原本是宫廷宴会的御前成印 后来也在官府宴会演出 有的大官贵人 更以家童为家乐 而在原整 连问浙东的时候 参军系 就已经流入民间了 也许是受到 民间戏曲的滋养 参军系在表演艺术上 不再止于硬弩眼眶 作依唱末和歌舞 而像刘彩春 那样优秀的演员 表演时是很讲究 言辞的雅塑风流 神段的低回秀美 和歌声的嘹亮澈云的 这样的参军系 已具备装扮 代言 冰白 音乐 歌唱 舞蹈 神段等 戏剧条件 只是故事性还很薄弱 往往只于一时一地的 应景之演出而已 然而开源间 陆宇竟然已为 参军系编剧 则既演出必有一定的内容 和程序可以依循 应当已不止于 即兴式的古迹唱念 而已 好 如果没有这一段 你对参军系的了解 会不会那么清楚啊 就不会 所以你研究 你写作论文 就是要让 读你论文的人 佩服你说了一些 他没有说出的 没有看出的东西 这就是创建 发明 那么我们 这个参军系 因为零碎片段到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运用资料的方法 就和一般的不一样 就必须要排列资料 让资料相机相当 互不有无 互相连锁 互相前后复印 然后我们把它组织结构 一个整体的概念出来 像这个 就是这样子 下边 参军系的发展 宋金杂具院本考树 所运用的方法 其实和前边也都一样 因为资料也都零零碎碎 而且这资料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可是方式一样 请各位呢 翻到第24页 下边 倒数三行 以上十七条资料 除第七条 非中与蔡优衣 这个 可见我们综合的 就是十七条资料 产生的论证 佩馨再念一下 以上十七条 以上十七条资料 除第七条 灰宗与蔡优 游戏 第十条 二圣环 第十二条 第二场 更不改 第十六条 被 批凸利坏 必利 坏了等四条 与第十一条 未知杂戏外 皆自称杂具 则为宋杂具无疑 杂戏之名 中书卷七集 北史 卷时 宣帝既已有 大臣杂戏之语 其后 历代至唐皆有之 而其内容 始于百戏不书 一集成脚底传透 包罗甚广 而杂具之名 则始见晚唐 李文饶文集 卷十二 第二 状奉宣令 更商量奏来者 文宗曾称 成都之音乐技巧 被当时 南兆略去者 有杂具 丈夫两人 杂具即使到了宋代 就其广义而言 人和脚底百戏 乃至杂戏一样 都是当时各种技艺的总称 但若就狭义而言 则宋杂具 当指唐五代参军系之敌派而言 在首条 军陵人杂具 第六条 原来也只要钱 第七条 徽宗菜优为优戏 第十条 二胜还 第十二条 第二场更不敢 第十六条 批臂力坏了 等六条 都名言 参军演出 第十二条更云 律仪参军 凡此皆可看出 宋杂具与参军系之传承关系 但宋杂具比起参军系来 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好 这个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资料里边 它明明是宋杂具的资料 但是它自称参军系 可见这个参军系和宋杂具有没有 直接传承的关系 就有证据很多 所以我们再把唐参军系和宋杂具 就拉在一起 但是宋杂具既然继承它 会不会自己也有一种发展呢 所以下边 我们说 但宋杂具比起参军系来 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这几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宋杂具发展变化的 因为时代不一样在后 好把它念一下 其一 参军系固有不少事 欲奉建于古迹 但也不乏成为孝乐者 宋杂具则几乎都合乎 第六条红脉所云 因细语而针奉时政之指 我们简直找不到一条 纯为孝乐的演出 其二 参军系演出时 会见幽灵铺吉的动作 但宋杂具则其以为常 譬如 首条参军 劈其 对手另一铃之夹 四条一铃挺铺做衣冠之铃 六条 负者举所挺杖 参军之背 八条 楚氏以杖及兴翁 十条 一铃及参军之首 十二条 作衣之铃对绿衣参军 坦习奋全 十六条 饭须之铃及参军之首 十七条 一铃铺打 罗之铃等 皆明白记载 而参军显然由唐武代之 可以戏武其对手 演变成完全反被戏武之对象 因之每遭对手铺吉 按五代史记卷三十七 庄中藏羽 群幽细于亭 四股而呼曰 李天下 李天下何在 心魔俱前 以首披其夹 庄中失色 左右皆孔 群灵亦打惊害 共持心魔 劫曰 辱奈何披天子夹 心魔对曰 李天下者 以仁而矣 覆谁忽言 于是左右揭笑 庄中大喜 四语 甚厚 宋孔平仲 叙事说 卷六与通 见卷 272 一载此事 这应当是演戏时 演员扑及对方的最早记载 为知宋以后 香蕊子的演出 是否拒此而来 其三 参军戏在中堂之后 与参军演出对手戏的角色 角色为之仓库 而宋杂剧演出资料中 未见有所谓仓库 而第六条 父者 局所挺仗 参军之辈 之父者 盖音以参军为主 则其对手为父之意 其四 四条 凌人杂剧一语 王国为宋元戏曲考语 幽语录语 作凌人戏剧 胡记宋金杂剧考 宋金杂剧解 引作凌人杂戏 当戏所剧版本不同 则第十一条所云之 杂戏亦可视之为杂剧 其五 宋杂剧之演出 不在宫廷 则在官府 未有如参军戏之 流入民间者 但就田野考古资料 与其他文献官之 则又不然请详下文 就以上证实 宋杂剧与唐参军系 有传承关系之资料为基础 我们又可以找到以下之资料 英邦也属于宋杂剧演出的记录 好 那么像这个又延伸出来问题 也就是说 其中参军系不一定是有奉剑之意 但是宋杂剧已经转换到怎么样 没有一条没有奉剑之意 可见这个幽灵的传统到宋代比唐代 还更加的这个讲究 第二呢 唐参军系的唐参军系 没有两个人演出的时候 一个拿着棒锤来打击对方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有了 而且那么多 变成就演出的形式之一 我把它考察的根源是什么呀 就是靖心某 霍唐那个靖心某的这个幽灵古迹灰水 他因为和霍唐庄中 没大没小了 所以演出的时候 他叫李天下李天下 就刮天子一个耳光 后来他自己说李天下只有你一个 你那么伟大 怎么还可以这样呼说呢 就伯德皇帝反而高兴起来 说原来我是宇宙王 所以类似这样 就把这个演出的形式增加进去 在宋代 等于也考证了这个根源 好 那么这个唐昌军系流入民间 可是笔记从塔里面看不到这个计算 没有流入民间 可是现在田野考古呢 流入民间的却很多 却很多 所以我和各位说过 研究戏剧光文献资料过不过啊 不过 一定还要文物 田野调查 田野访问 乃至于剧场观赏 所以我们就 下文我就举了这个田野考古的这个 许多的资料来证明 宋杂记是流播在民间的 流播在民间 那么这个呢 文章啊 你们就可以看出啊 他是相当的这个 熟悉啊 但是因为对于 参经戏 宋杂记演出的内容 是立于 戏曲史上的怎么样 几乎的空白 因为他没有流传剧本下来 所以我们才在补白 就像我们对于 殷商时代 到底那时候的政治制度如何 民间的这个生活如何 我们只好从什么样 甲骨文里边 一片一片把它 把它绰合起来 从里边的知识马迹 这几个字和那几个字 并在一起 看出来什么样的 一个更多一点的 资讯内涵 用的就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种方式是最笨 但是最扎实 你 有什么东西 就可以说出什么东西 但是你的眼光要不要敏锐啊 也要敏锐 否则 他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他 就失之交臂 交臂 对资料里边 含厂的东西要敏锐 上下 可以触发 联手 后代的 一定会对前代的怎么样 有开展 有丰富 有新的这个什么 进来 这也是必然的 你们看 我们一步一步这样考察下来 今天就讲到这里 过了 你看 两个小时起码讲了 25月 对不对 25000字 所以下边呢 这个更 也会 也会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就把它 上下 上下 2000多年的一个戏曲史 而是大家 从来没有 去考量 我们把它 连缀起来 把它打通 就是 戏曲史里边 第一个 把那么细手的东西 打通2000多年的历史 我写这个文章很早 很早 那当时为什么能够呢 我和你们说过了 打通什么 图书馆管理员 可以进进出出 可以去这个什么 可以看大陆的资料 或者那些田野考古的 我那时候 能跑到大陆去吗 不行啊 但是大陆的学者 没有运用到 我在那个时候已经运用了 已经运用了 就是我们对资料的运用 的一个广度 因为读书人 都有一种习惯性的原成 认为图书馆的资料 就是你做学问的 事实上是不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